大家好,我是老王 我今天 今天来先把这些小件 这个标志的先装一装 这些灯的 它是改的扇气灯的 这个叉头坏了 我拿这个给它缠了缠 把这个铁片给它缠在这里边 要不然它这一窝 可能会把里边那个叉头弄坏 今天装一装这个 得赶紧去修麦藤的 那边麦藤也是 着急用车的 也是撞的 左前杠角那边 一会去修那个车 现在来抓紧修这个车 这个车它说要周五要用车 今天周三了 把后边倒一点 我们拿尺子量一下那个轴距 看看 到底是哪儿的事 这边也是328 跟那边一样啊 差 差不了五个毫米 应该是 差不了五个毫米 怎么办进这儿 怎么办 这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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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弄这些表皮件吧 我先开进去 把这个杠 什么的 组装组装 装上去 里边有车吗 里边没有 我现在把这个曼藤又开到架子上面来了 因为它这个车是刹车盘也撞碎了 因为要是刹车盘受力的话 得好好检查检查这个刹车卡钳这一套 还有这个仰角 好好看看有没有裂的地方 因为这个东西 刹车盘受力的话 得好好检查检查 而且这个轴距不对的话 我看了一眼好像是这个原宝梁螺丝 这个螺丝错位了 这个螺丝还有这边 这边这个在哪呢 这个在这呢 这个螺丝是动了 回头把这个 原宝梁这一圈大螺丝都松了它 然后翘一翘 还把它搬到原位 那个轴距应该就对了 我刚才量了一下 差个两三毫米 这样应该能动过来 先动一动原宝梁 然后就 开始整 这个叶子板 然后装这个 钳杠什么的 这是刹车盘不对 还是 刹车钳有问题啊 应该是刹车盘吧 不是蹭着的 你看这刹车片在哪呢 刹车片在哪呢 刹车片这里边露出来 里边露出来这么一截 这还能塞进一手指套呢 这就对啊 刹车盘不对 还是哪有问题啊 没笔啊你 没有啊 没有啊 赶紧拿酒都来比比 肯定是刹车盘不对 我感觉这个盘好像小啊 怎么比啊怎么比啊 放中间比啊 比大圈大小 一样吗 外圈外圈一样吗 这个要 这个要辣吧 这个可以逼出来 这个逼不出来吧 拆吧拆吧 这个一看就大 这个这个大多了 这个直径 这才多大 一闸 两闸 两闸都不到 这个几闸 一闸 两闸 比比 这个圈小 这部机都不是这车的 拆下来吧 这个麦藤 我把前面这个前杠 组装的差不多了 下面这个中网 还有这个雾灯 这个罩 是真难扣 这个车的 大众帕塔特麦藤 难扣的不行 这个大灯 叶子板给它敲了敲 没换 还是用这个 大浪缝 调的也差不多了 这车 看前面这个防撞凉 这以前撞过 这个不是这次撞的 这个车也是多灾多难 撞过好几次了 这个叶子板也是喷过漆 下面这刮的膩子 接着干吧 人家周五要用车 今天周三 今天装补完 明天还得喷漆 抓紧时间干 这个麦藤今天下午 抓紧干了一下午 总算是把它窜起来了 这边的两边的缝什么都看着都还可以了 这边没动 没动着这边也还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这个边梁缺了一块 跟车主沟通了一下 跟车主沟通了一下 说不换了 然后这他以前有打泥板 装上打泥板之后也看不见 就这样算了 比比看对呗 比比看对呗 天黑了今天又下班了 明天明天再干吧 我看 你是不是见了 我看